昨天基隆不是发生了三崩意外吗 那当下大家说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干嘛呢 那个时候正在进行市政总质询 那旁边有幕僚或是一些局长 也可以跟他讲一下吧 但谢国良第一时间不知情 还问说现在吗 严重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头戴安全帽了解情况 2点28分发生三崩 市长谢国良3点17分抵达救灾现场 不过就被爆出这还是议会民进党团催来的 现在我们的朝靖公园那边 就临时有一个土石流的贪方贪风 现在吗 现在所以我们的质询时间是不是可以暂停 好严重的 好严重的 左看右看似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议员们轮番建议市长到场了解情况 这个总质询我们还是继续 好那至于这个部分 我们请市长是不是相关单位先去关心一下 对我们相关单位赶快联络先去 一度想先派相关单位到现场 陈医劝完换张浩瀚 张浩瀚说完换郑文婷 强调人命关天 而且有车辆埋没在土石堆中 愿意放弃总质询时间 赶快到现场去 我们也都会赶到现场去好不好 谢国良不断看向副议长 似乎是在等待指示 最后执询暂停双方才赶到现场 就被质疑第一时间状况外 我们那个时候是在议会被询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过去也没有潜力中断执询 如果要中断执询必须要 把议会主席来得同意 后来议会主席同意后 我们也跟这个在场的议员 一起前往这个 看灾跟现场的处理 严重天灾 末辽媒赶紧打PASS提示 严重性 议员连番要求终于动身 接下来要全力投入救灾 三天新闻林军华林区 市长应该会这样子吗 怎么会都状况外呢 请教他舒培 市长应该怎么做呢 因为昨天基隆山崩意外 那你看下方就除幽潮 而且这么大规模的山崩 其实很多人都吓一跳 因为那时候说 还有车子被野蛮或推到桥下 但是谢国良是状况外的 还是民进党的议员 强力要求他才去现场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谢国良的整个市府团队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山崩 虽然他在议会备巡 可是他的团队都应该要 立即的把讯息给市长 因为他有可能要作证 然后马上去指挥 整个天灾的一个处理 甚至会议都应该要提醒 停止让市长或者是相关的团队 回去指挥处理相关的救灾 但市长居然慢半拍 甚至还说我要经过 主席的同意才能够停止 如果真的非常严重 市府的团队同一时间 要把讯息给两个人 第一个是市长 第二个就是议长 市长应该要在相关的资讯 收集完成之后 跟议长或者是甚至打断 跟议员的质询说 我们现在基隆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情 我是不是可以跟主席 跟议会来报告 我们先停止质询 让我们的市府团队 到现场进行坐在 应该要这样做啊 结果市长慢半拍 然后甚至把责任就推给议会 推给议员 所以我刚刚从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这一阵子的时间 大家都在讲说 谢国良就是公子哥 不会做市长 对基隆市政不了解 从这个事情看得出来 就是完全 那大家很觉得很纳闷啊 因为议员就有说啊 去年就有落实啦 只有设一个防护网啊 但前几天这个雨下那么大 基隆不是要特别注意吗 对啊 而且基隆迎崩面嘛 所以有很多的山崩 如果开始有落实的时候 依照现在的技术 这搞不好等一下 这个这个益川大哥可以 因为他是土木专家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科技 可以在山壁上做监测 如果他有滑动的话 其实都 有什么点啊 对对对 而且他其实都是有AI的 而且会有一些什么 红外线的监控 那些讯息那些数字 其实都可以及时 pass回来的 那为什么市政府 没有做这一件事情 是在之前有落实 然后他就说 有落实没办法 就要落实掉下来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完全没有做 只有去做一些网子 改心掉的 才发生这一次 这么大的崩落吗 还是说 他其实可以做 但他没有做 完全都没有做 就放任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现在最急的是什么事情 对谢国良最急的事情是 克金阿公阿嬷 怎么把所有的钱 都捡到我这里来 要来罢免我 然后再加上立法院 国民党推了这些法案 比如说 布昆吉的这个花东三法 如果真的推动下去 引起地方大量的民怨的时候 我认为 这个谢国良的第二阶段的联署 都会被天柴火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 是不是因为太担心 自己的未来的政治 反而对于这一些市政 应该作为的事情 或甚至我都觉得 市长不知道也没办法 但是为什么他的团队 没有作为 是不是甚至有一些 现基隆市政府的 市政的资源 市政的经费 都没有用在该花的道口上面 我觉得这才是 让人家担心的 不过昨天这件事情 真的是 这个不幸中的大幸 是那个石头 没有压到下面的 油槽 如果压到了 是不是会引发 更多的灾难 甚至有爆炸的问题 如果他真的爆炸了 那个地方就不会 只有两个人受伤了 可能是更多的人 好 但要请教小玉姐 那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谢国良 这个敏感度不够 第一时间还说 官员先去 去玩看看状况 我再去 不是啊 你先刷一下网路 我们都已经讲新闻 你就要赶快去啊 那你看哦 现在这个 差量行动的 也发布了新闻稿 指一市府没有危机意识 市府现在呢 他们就说了 我们有在权力救灾当中 会跟公路局合作 完成了灾害评估抢救 对于差量的曲解 市长谈话 觉得很遗憾 但是你看 没了没了吗 现在第二阶段 连署已经破两万人 谢国良不紧张吗 我先讲正常的状况 我们先还原正常版 如果按照一般正常的前序的话 应该是谢国良 因为当时他是在基隆市议会质询 那正常状况应该是有官员 马上上来在那边摇耳朵 就说现在这个基隆 这个潮进公园 一定会收到通报 对对对对 就是潮进公园有状况了 市长你现在 正常状况是摇耳朵 或者是说传简讯给他 这个市长现在有状况了 结果昨天全部通通都不是这样 他在咨询的时候 是议员跟他讲说 市长现在这个潮进公园 有发生这个坍塌的状况 然后谢国良才突然转头回去说 那现在吗 是现在吗 他也说是现在吗 就官员还跟他讲说 三年前吗 然后官员还回答说 是的是现在 而且还蛮严重的 然后谢国良第一时间是说 他没有想到自己去 他就说 那我们现在先派秘书长 或是派什么交通局去看一下 结果那个议员还跟他讲说 市长你应该现在 马上立刻要停止总咨询 你应该现在就要去 结果谢国良还没有做决定 后来是连续三个民进党的议员 张知豪 张浩瀚 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就应该总咨询 立刻结束 而且总咨询不补也没关系 民进党议员还帮他开通 就说你现在缺了这个总咨询 你不补也没关系 你现在就是right now 你就应该马上去现场 我的天啊 我觉得既然你做一个这个市长 你竟然没有父母心 我觉得他不是扫根基 我觉得他是真的没有心了 已经没有心了 你不是父母官吗 你父母官你听到 心思可能在罢免 这么想说进入大罢免时代 我不是应该要避避风头的吗 可是当官员跟你讲说 还蛮严重 因为他转头嘛 他说现在吗 严重吗 现在吗 现在吗 就官员跟他说还蛮严重的 right now 你赶快去吧 你赶快去 就三个民进党议员就说 你现在总资讯给我停止 你现在去 你要先跟主席请假 这样子 就三个市议员就说 而且是民进党籍的 民进党就说你赶快去 而且现在那个总资讯不补也没关系 这才是正常的状况 我觉得从头到尾 谢国良就整个状况坏 然后整个基隆市的市府 你这个整个螺丝都掉满地 你不告诉市长 然后你让市长站在那边 我觉得谢国良自己的处置都非常非常奇怪 好 那我觉得更怪的是说 谢国良到了现场去之后 记者问他 他就说 本次发生山崩的地点 过去就想要修复 过去就想要 你本来就知道说 山崩的地点过去就想要修复 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 原来在去年的四月 你不用讲别人 Google map上面就已经有呈现了 山壁已呈现小部分崩落的状况 Google map Google map都已经跟你讲 去年四月你就应该要修了 结果你现在既然在那边讲说 本次发生山崩地点的状况 去年就应该要修复 奇怪 你一定要出人家 你才要修复吗 所以我会认为说 第一个 他非常非常没有父母心在前面 然后再来第二个 你的这个处置的过程是有问题的 一直到你到现场 你的这个整个危机处理 我觉得谢国良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有问题的一个市长 所以难怪你不能怪说 现在要整个罢免行动 好那罢免行动 现在当然看起来 那个什么拆良行动 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他有一定的那个 正当性 包括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突然谢国良又飙高了 那是因为清雕行动的后续 很多台湾人认为说 因为现在我们按照我们的法令 你一年之内立委没办法罢 所以谢国良刚好现在可以罢 所以你把这个所有出口 都出到谢国良身上 可是我必须讲 如果谢国良最近表现得还不错的话 包括他的那个Gokoro机车 听说最近好像很多年轻人去申请 如果你这样继续好好做市长下去的话 确实前阵子的这个罢 开良行动是比较缓和了 可是呢 现在第一个清雕行动 现在算到你身上吧 把怨气出口出到你身上 可是这个也是 你平应该绷紧一点嘛 对不对 加上你现在这个白幕的行为 你说这个不立刻冲破五万 真的是随便 所以 你又要加马三万了 对 马上就冲破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还是谢国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 我还是强调 你罢免要有所谓的正当性 今天所有所有出来 你被列举的 就是包括你之前的施政 慌张走板 所以你才会 如果说坦白讲了 如果你今天爱情摩天伦 你是对的 那你就直接盖下去 那现在又不盖了耶 那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政策民意的反弹 超跑赞年华也暂缓了耶 就知道因为太多的民怨啊 所以为什么有些暂缓有些这个就是叫停 那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政策的评估 是你自己依顾 你就跟傅昆提一样嘛 你就出一张嘴嘛 都不跟大家商量嘛 你现在发现错了 你就赶快缩回来 那如果说真的是对的 他就冲下去啊 像狗狗肉他就觉得他对 他就冲下去 可是你看其他的他就缩回来了 所以我还是最后强调啦 罢免要有正当性啦 所以看起来 谢谢谢国良的这个仇恨只会 只会飙高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